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行第九节课的讲解 第九节课也是一节实验课 主要就是在Service层实现自己的Hail功能模块的编写 我们这节课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IDL的代码的编写 IDL Service的编写 第二个就是实现这个ServiceJava的代码的编写 第三个就是将我们实现的这个Service添加到Saison 12中 这样在系统启动的时候 这个Service才会被自动启动 第四个就是代码编写 我们运行一下看看效果 最后一小节就是我们的课程作业 好我们先从第一节开始 先编写我们的这个IDL文件 从上节课这个讲解中 我们来解到这个Java层 你实现一个Service 首先呢是要实现一个这个IDL文件 实现一个IDL文件 这个IDL文件放在什么位置呢 它就放在我们Firmware下面 Firmware,Base,Core,Java,安卓 一般我们就放在这个OS这个目标下面 当然我们看根据不同的系统功能模块 每个目标下面都有对应的这个IDL文件的 这个Service的这个IDL文件 好我们这个就暂时放在这里边 放在这里边呢 我们这需要新建一个什么文件呢 新建一个比如说我们的IDL I开头的一个I Hello World Service 就是IDL这么一个文件 好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这个文件里面应该怎么写啊 这文件呢首先呢就是一个包名像我们Java文件一样啊 上面就是package是属于这个API的这个安卓OS这个包下面的 然后它的内容呢也很简单啊 这内容呢就是正常的是Java是以classic开头啊 这里是interface啊 interface 比如它有一个接口I Hello World Service 好的它其他的编写方式啊和Java基本上没有任何区别 add value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提供给啊提供给应用来调用这个service的一个接口 我们这里实现的是一个加法啊简单的加法 当然我们在这里下面还可以继续添加啊 添加一些别的别的这个功能函数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文件很简单 这个文件很简单就是定义了一个我们这个接口的函数 那第二步呢我们要干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属于Fremark的代码 对不对 我们在Fremark里面新增加一个文件之后呢 要注意啊 要把它加在这个我们这个Fremark的这个编译系统的这个编译文件里面 编译文件呢我看这个idl就在哪儿 idl文件呢我们可以看啊打开这个文件从刚开始往下滚动啊 它刚开始就会把这个需要编译的所有的idl文件啊做成一个列表列进来 我们找到OS目录的 比如说我们这刚才是这个目录下面呢我们新建在这里 复制一个叫我们的这个Hello World的Service这个文件 也给它放进来 对吧 这样的话啊我们这个idl文件就添加完了 添加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先编译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 添加的对不对 然后再launch 我们编译一下framework啊看它是否是正确的 好我们现在看到啊 framework这个都正确编译完成了啊就是我们这个代码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进去继续编写啊我们刚才这个第一步完成了啊就是我们的idl代码 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实现自己的这个service代码啊这个service代码就是在哪里呢就在这个framework base service下面 java啊 不错了 service java chrome 安卓 server 这个目的下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下面有很多service的文件 我们在这里在这里可以新建 一个我们的这个hello world service这么一个文件啊 那我这这边已经建好了哈 建好了之后呢 注意啊他这个他这个service呢要继承刚才我们定义好的这个ihello world service stop 因为这个ihello world的这个idl文件呢经过编译之后啊 他系统会自动的把它生成一个别的文件啊 会自动编译生成一个这个java文件这个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目楼下面啊在我们的这个呃 代码的根目楼下面这个out目楼下面啊我们可以find一下这个文件啊find ihello world 我看他发现有很多啊 这些class文件就不出了我们看到会产生一个ihello world service java的这么一个文件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打开简单浏览一下啊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边就有一个啊定义的一个stop啊一个一个抽象的一个stop的一个类啊 它继承的就是这个binder啊 这就和我们之前实现了这个ihello world service这个接口 这就和我们之前讲的是一致的 这个idl呢 它最终生成的这个stop类啊 就是对于这个客户端来说 它是一个提供的一个操作接口 好我们继续来实现我们这个java的这个代码啊 java的这个代码呢首先就是它就包合两个东西啊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构大函数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功能函数 就是我们刚才在 刚才在这个ihello文件里定义的这个功能 同时呢 我们还要定义一下 我们在gini层的这个两个函数 两个函数是什么 一个是innate啊 就是初始化 加在我们还有层模块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我们在hello层里的add value的函数 两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这个功能函数 那这里就很简单了啊 在我们的构造函数里我们很明显要调用一下这个init 把我们这个模块加在进来 啊在我们这个函数里面 add value这个函数里面很明显啊 是吧 就把我们调用一下我们hello层的这个函数 就OK了啊 这样的话我们在这儿啊可以加一下加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log啊 这个可以通过这个log的方式啊打印看看 第一个参数是这个tug啊 logtug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这个log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hello world 这个hello world 这个hello world add value 加a 加b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文件就算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测试啊 所以说我们在如果现在启动讯息的话 我们可能只能看到这几log啊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service被启动了 但是没有这个下边这个执行log 我们可以在这儿先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资料用啊 也就是说在他加载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在这写一个还说调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加一个3 3和5吧 啊 做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 好了 那我们这一小节啊 编写service再把这个工作就完成了 那第三步呢 我们要将我们编写的这个service啊 添加到这个sign server中啊 sign server这个文件呢 他也在这个路下面 我们前两节课讲到啊 sign server这个文件是干什么的 他的启动过程呢 就是他会加载所有的这个啊 在这个framework的这种service 将他们启动起来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也需要把我们这个service 启动起来 对吧 我们看看天津大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这些地方 可以随便找一个地方啊 比如说我们为了保持一致 给其他的一些系统的这个service加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notification啊 我们看一下notificationservice在那 有什么地方 哎 这是已经到下面了 好 我们的通知啊 通知信息放在一起 啊 好的 那么 那我们就给他加一下 copy一下啊 下边这个divine story这个标减啊 copy一下 这个写一下我们的helloworldservice 注意哈 这个地方就调用service manager add service 把我们的这个service啊 把我们的这个service add的这个service manager中 我们这边就为我们的这个service啊 命名一个名字 就叫helloworld啊 然后这里呢 就写我们的这个helloworldservice 就是我们刚才java定义的这个地方啊 我们还注意到我们这儿是没有参数的 这个地方 helloworldservice出现了 这是出现异常的时候啊 那这样呢 我们这个service这边 代码就算编写完成了 当然我们编写完成之后 我们还要做一个编译啊 编译啊 我们这个加5件 哦 我们这儿出现了一个错误啊 这个地方没有写返回值 我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 我也 刚才忘了把这个返回值给加上了 好 我们重新编译一下 好的 我们看啊 编译生存的这个service 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代码 就算编译完成了 全部都编译完成了 然后我们重新可以重新打包一下 make a note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新打包完成了 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启动一下我们的这个虚拟集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同时呢 我们在这边看一下这个log 啊 把我们的这个loggrap一下 过滤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有没有hello hello的相关的这个log 啊 好 我们看我们这里啊 系统已经启动起来了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log啊 我们这个hello层啊 被正常的加载了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在internet里面调用的这个结果 啊 我们3加5这个执行的这个代码 也被正确执行了 这就说明到现在为止啊 我们这个 除了应用层的这个代码 啊 从这个framework和service 到hello层这个调用的路线是通的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里 然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课程作业啊 就是大家完成一个自己的这个service 代码的编写啊 并把这个过程调通 那下一节呢 我们就再实现一个简单的一个app 然后调用我们这个service 啊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从app 到service 到gni 然后再到hello层这个调用路线 就算做完了 好的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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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